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目鲜鱼 从零开始马克比,持续更新中 嗯,对,这一期呢,又是眼睛教程 我知道,之前已经做过眼睛教程了 但是呢,首先啊,因为之前嗓子的问题 上一期没有解说 而且做的也比较匆忙 但是居然有这么多的观看量 说实话,我有点惊悚 有点愧疚啊,感觉做的不够好 所以我打算再做一次 而且呢,上次是临摹教程 这一次呢,我来做一个原创教程 原创方面的话,某一个人也在练习中 算是把最近的练习经验分享给大家吧 大家一起进步什么的 嗯,想看我最近的未加速练习进度 大家可以去直播间找我 偶数日期画原创或者同人练习 技术日期应该是画临摹 好了,今天的废话有点多了 不多说了,我们开始吧 这一期呢,我们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础原理 第二部分是单个眼睛练习 第三部分是实际应用 咱们先从第一部分开始 首先呢,二次元的眼睛啊 想要画得好 我们得先了解三次元的眼睛结构 因为艺术源于生活嘛 二次元的眼睛呢,毕竟是三次元 经过夸张演变而来 这些啊,它都是有迹可循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眼睛啊 我们的眼睛呢,要有一个上眼茧 也就是上眼皮 然后是内线 也就是内眼角 这个一定要画出来 很重要 然后是下眼茧 眼白 下睫毛 上睫毛 这边注意 上睫毛一般是和上眼线重叠在一起的 而下睫毛呢,要和下眼线稍微分开一点点 然后加上一个卧蚕 这样画出来的眼睛会看起来更加深邃一点 哦,对了 还有双眼皮 眉毛也画上好了 好了,这些就是眼睛的基本构成元素了 把这些东西画出来 眼睛就差不多了 这边我加一句啊 关于那个眼线啊 双眼皮啊 卧蚕啊之类的走向啊 你们就想象一下 眼球呢 它是一个球 而眼皮呢 是包住这个球的两块皮 你就想象着 你画的这些线 它下面是有一个球的 所以呢 内眼角是往里凹进去的 眼皮左右部分呢 也是往里凹进去的 中间部分呢 则是凸起来的 然后咱们把黑眼珠画上 刚才已经说过了 眼球呢 它是一个球 黑眼珠也是 平时呢 黑眼珠有一部分是藏在眼皮下面的 除非呢 要画瞪大眼睛的表情 一般眼球是不会全露出来的 这样子画出眼球 然后是瞳孔红膜 瞳孔的颜色比较深 红膜的颜色比较浅 然后呢 流出高光 好的 这基本上就是眼睛的结构了 现在我们来细化一下 细化的时候 注意睫毛的画法 睫毛的走向 我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 然后呢 密度不要一模一样 会看起来很假 下睫毛呢 一般比上睫毛要短 而且呢 没有那么密 黑眼球会有阴影 白眼球呢 也会有一个阴影 这个阴影是上眼睛和上睫毛带来的 呃 关于阴影什么的啊 我后面再讲 总之结构就是这样了 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以上就是单个眼睛的画法 你们觉得就这么结束了吗 对 讲解是结束啊 当然练习呢 我又在这里慎重的跟大家说一声 不能这么练 并不是说推翻了之前的理论啊 我的意思是 不能只练一只眼睛 很多小伙伴过来跟我说 月儿 我看了好多好多眼睛教程 一只眼睛已经可以画得很好了 但是真正运用到画里面 就很丑啊 两个眼睛怎么画都画不对称啊 之类的 为什么不会画两只眼睛呢 很简单 因为你在练习的时候 就只画一只眼睛 你还指望 你画两只眼睛的时候能对称吗 在练习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可以养成 两只眼睛一起画 甚至加上鼻子眉毛嘴巴这样子 更好一点 这边呢 我再来画一双眼睛 来给大家简单示范一下 一般呢 我画眼睛是这样的 简单的画一条辅助线 这条辅助线呢 是让我们确认一下 两只瞳孔 还有两个内眼角 两个外眼角 是不是分别处在一条线上 如果这三个部分 分别处于一条线上 这双眼睛基本上就对称了 注意啊 可能会有人理解错 所以我再重申一下 不是这三个部分全部处在一条线上 而是分别处在一条线 也就是三条 平行线 我平时懒得画那么多线 能看出来就行了 如果你们怕错 就不要像我这样偷懒 还有眉毛 最好也一起练习 看眉毛的时候注意一下 眉毛是有眉骨的 不是一个平面 要想着眉毛是长在眉骨上 稍微凸起的 画的时候 就不会是两条蚯蚓了 好了 三次元的眼睛要讲的 也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大家可以多去网上 找一些类似的素材练习 不要只盯着我这一个视频上的图啊 这只不过是一个角度而已 你们可以多换一些角度来练习一下 不过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一定要多练 光看就想看会 那 那我也不用天天画画了 看就行了 对吧 好了 以上呢 三次元的眼睛就讲得差不多了 学会了画三次元的眼睛 二次元的眼睛呢 二次元的眼睛就好理解多了 结构方面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二次元的眼睛呢 在有些方面做了一些夸张 修改或者省略 至于怎么夸张呢 也不是每一种形式都一样 比如有的二次元眼睛是省略掉 或者是夸张大部分睫毛 省略掉内眼角 或者是将本来应该画内眼角的部分 涂一点点红色 夸张或者放大眼球 这个因人而异啊 只要理解了结构 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就看你想怎么画了 我这边就简单的示范了一个 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还有双眼 也和前面讲的一样啊 画出辅助线 然后定出双眼的位置 还有眼球 然后画上眉毛 就差不多了 现稿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上色 上色的话呢 很多人啊 跟我讲说 觉得眼睛画得不够有神 感觉灰蒙蒙的 没有那种 不灵不灵的感觉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啊 你的黑白灰关系啊 也就是素描关系 处理的不够好 这边我来画一个示意图给大家 你们想一下 最黑的肯定是瞳孔了 对吧 然后是红膜 颜色呢 比瞳孔稍微亮一点 眼白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和眼皮交界的地方 会有一个投影 记得涂上 会显得比较深邃 然后就是注意 眉毛和鼻子交界的地方 稍微加重一点 因为这里有一块凹进去 眼皮中间突出来的地方比较亮 这几个感觉把握好 基本上就不会有那种 灰蒙蒙的感觉了 这么说可能挺抽象的啊 我们根据这个关系啊 来实际上个色吧 你们也可以理解一下 顺便呢 给你们讲一下勾线 在选择针管笔的颜色上 我一般会选择三个颜色 分别是黑色 棕色 红色 有时候会加一个红棕 黑色棕色呢 用来画眼线之类的 红色用来画眼尾 会看起来比较可爱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 那个眼睛的话 用彩色真管笔啊 只有黑色也没有关系 可以用其他颜色的马克笔 来给他画眼线 或者彩纤也可以 眼线我一般不会涂满 会在中间留一块反光的部分 上色的时候会根据 发色和环境色来进行调整 上色方面啊 上色方面呢 我一般首先是考虑眼睛的固有色 还有好看的配色 还有就是需要考虑环境色 还有光线的影响 呃我们看到好多画师画的眼睛啊 五颜六色的 其实它们不是瞎配的色 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至于究竟怎么配色呢 首先就是根据我前面说的 固有色加环境色加光线的影响 顺便呢 考虑哪些颜色放在一起会比较好看 图的时候注意以固有色为主 不要喧宾夺主 稍微加一点点对比色 可以提亮 具体的配色方案呢 就需要你们自己积累了 也可以多看一点大师作品 所以致用嘛 说了这么多啊 我还是忍不住叨叨一句 我发现啊 很多观众呢 在看了眼睛教程以后啊 都在练习单个的眼睛 练得还不错 但真正的画到画上 又觉得怪怪的 所以啊 别嫌我烦 我再次重申一下 大家在练习眼睛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 它的结构 而过分追求效果 着重于练习第二步 也就是画一个 不灵不灵的眼睛 装个B 然后把它按在脸上 诶 乍一看亮闪闪的挺唬人 其实结构完全不对 怎么看 怎么奇怪 但是呢 又说不上哪里奇怪 所以在练习眼睛的时候 我强烈建议呢 你们两只眼睛一起画 甚至加上脸 别老是只画一只眼睛 这样进步 真的很慢 这边呢 我是这么练习的 一般画眼睛 都有一个基本的套路嘛 就是上一步 我画的那只眼睛啊 差不多也就是 我的绘画习惯了 但是在实际绘画中 也需要根据人物的 性格啊 表情啊 环境啊 做一些调整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示范几个 呃 这些是我在直播间里啊 大家弹幕投票的 一些性格的眼睛 我平时也不是 只画一种眼睛 但是太多种 也并不熟练 就当是练习了吧 呃 大家平时也可以 时不时给自己 出出题 挑战一下 对吧 还是挺好玩的 啊 不知不远也跟大家 叨叨了十多分钟了 啊 接下来啊 你们就 看看画画 然后消化一下吧 不早了 我好像 又熬夜 做视频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 睡觉了 睡觉 头发都要掉光光了 好啦 希望这些视频 能对大家有那么 一丝丝的帮助吧 那么各位 晚安 还有 啊 晚安啦 关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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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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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